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仙迪 有政黨昨天公布青年就業縱況調查結果 顯示有近七成的受訪青年自認在職貧窮 約四成認為就業前景悲觀 超過兩成認為收入銳減 有學者分析,除了疫情影響 青年就業政策落後,學位存在錯配問題 就算北望神州,向大灣區打主意 也未必是出路 的確,香港現在出現了一種 有工沒人做,有人沒工作 或者有人沒做工 但與此同時,港官又大搞貼水大灣區 希望企業聘請香港年輕人 不想打工的詭異格局 香港是一個 前有教育政策開了個亂頭在先 中有青年政策污吏彈道,加劇問題複雜性 再有勞工政策,封不擇路 就在港產官僚前後矛盾,自亂陣腳的失招政策下 就炮製出今時今日年輕一代,越做越窮,難賺食的 困頓局面 不用說什麼,政府自己都有數據 根據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2020年的貧窮人口當中 18至29歲青年的貧窮人口 年升五年,創近十二年新高 有超過三成,25至29歲貧窮青年 當中約九成完成學業 隨便是,有近七成,無業,沒有工作 年輕一代不是有工作,而自覺在即貧窮 就是簡直沒有工作 如果不是教育、青年、勞工政策出了事 怎樣解釋以上這一筆筆數據和調查結果呢? 講個事實理智,今年2月,報道指新加坡 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縱放街 月薪中位數達4200波元 4.2K波元即是大約港幣24,000元 Well,請問港官們、港官盲粉們、老闆們 香港本地大學畢業生走出校園 投身即場,能夠找到一份月薪兩皮四工作的有幾人呢? 不是開玩笑,有求職平台去年透過網上問卷形式 做了個2022年年畢業生、薪酬及就業調查 顯示有七成一的受訪企業 願意在六個月內聘請畢業生 願意支付的平均月薪是 16457港元 但請留意,畢業生期望的平均月薪是 20749港元 雙方期望落差高達4,000元 That's why,有電視台訪問人力支援顧問 他說有求職者要求加薪兩成 否則,情願不做 當然啦,難道學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 早前所說的嗎? 人到底是喜歡上班還是不上班? 其實上班不只為了賺錢 上班對一個人的精神面貌、健康都重要 所以呢,伙計,今餐飯我先設計 你們打開門做生意 應該都不只是為了賺錢 你們的精神面貌和健康 哎呀,不要打,不要打,我給錢,我給錢 香港地,衣食住行樣樣貴,生老病死燒銀子 好啊不好聽 搭車上班下班是錢 放午餐吃午餐是錢 還有手機月費呢?不用錢啊? 現在還有多少份工? 是收了工就可以 色尼老鼠之歌唱啊 你就試下公司找不到你 WhatsApp又不回覆 加上灰剔,等公司都不知道 你是看了還是未看,都催你不像 難道將你告上法庭嗎? 只不過,你會不會很快就可以 省回上班、下班、搭車錢 放午餐的食飯錢 那就要看下你對上的主管 你會不會很快 所以或者,宣局長子 你見香港好多人好有骨氣 他講得對呀 畢業生期望值被撈下四千人 部分年輕人簡直都 從西查理 不肯跟你做 骨氣 至於肯做那些 不是咬著一口氣 都不知怎樣 在這個勞其根骨的試煉中頂下去 這份精神 只不是骨氣 當然,這裏都要公道點說 僱主們將起身點定得不高 都有他們的考量 首先,試下本地大學生是甚麼了 香港要有六成色零青年上大學 教育政策促育了甚麼英才出來 心照啦 不是說個個都差 那些入了職,做事又不差的 到時便加他人工 鄧若然這傢伙 真是這麼差的 時代個代字都不懂得寫的 複製貼上快捷件又不曉 那他有些甚麼懂的? 有呀,懂Live 對著這些傢伙,那怎樣呢? 減他人工啊? 27,000多,減回16,400 站在人事管理立場 加一個做得惹的員工的人工 比起減一個做惹的員工的人工 兩者帶出來的管理效果都很不同 前者激勵士氣 後者,我採得你 只不過年輕一代有多少人 具備這種洞察的眼光 與不急不躁的耐性呢? 與此同時,亦都不能排除有些公司 他們的觀察期又真是長了些 這個才是脂肪與年輕人 雙方期望的又一眾大落差 還有,年輕一代講究 Work-Life-Balance 賺夠就去旅行 好了,請這傢伙回來 誰知做了11個月 他就說,世界那麼大 我想去旅行 請人那個會不會覺得好麻痕煩呢? 一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 請人再請人 人事部打過招聘廣告 主管閻人,是不是成本? 但招聘廣告都是錢 讓務出自未來入職者身上 撈低他的起身點,什麼呀? 既然人工已經撈到這麼低 你都肯來做 似乎你是Wuk-Wuk-Wuk-Bah-Nang 在未找到馬之前 各客都會繼續騎著牛 那,還為何要浪高了架呢? 當有新聞都報導過 有公司留意到現在的年輕人 我不做全日家,我只做一就 於是推出了半日工作職位出來 勞福局又有沒有在這一點上 和脂肪接觸一下 了解一下半日先有沒有想 要知道只撈半日的話 說不買餐飯就可以家裡吃完 抹折出來 那裡又省一大筆了 那人工那方面 年輕人可能跟你 有些商議空間 這些好現實的情況來 但飯很不容易 出街吃一餐 閒閒地六七十 好肯貴咯 你注意到的問題 就有機會水到渠成 留意不倒落 就繼續猛成成 不過煞氣了 港官根本不了解青年 說什麼政策呀? 尤其是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合資各企業 只需以不低於月薪一萬八千港元 聘請香港畢業生 港府就會按每名授聘畢業生 向企業發放每月一萬港元的津貼 為其追長十八個月 這個計劃 希望幫年輕人不想找到出路 總好過港官繞埋雙手 什麼都不做 但是計劃的盲點在於細節 一旦津貼完了 還有幾多企業 出得起不少於月薪一萬八千港元 去聘請香港年輕人呢? 這班另類北漂 到時回流香港勞動力市場 只罷他們到時在香港 只能找到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七港元的工 雖然同一萬八銀 只是差一千五萬 但是要年輕人expect 找開一萬八元 找了十八個月 你到頭來 告訴他 不知道現在有份萬六七的工 offer給他 年輕人那份自尊上的落差 過不過到 減薪很不型 這一關呢? 他會不會很有heart的跟你做呢? 即是說 某程度上 這個計劃為香港的未來 製造一班失落的年輕人 將會為香港勞動力市場 注入更多不願勞 不願做 不願奮鬥的力量 在港產官僚思慮不周 教育青年勞工政策 亂作一團的情況下 香港的青年不是立定決心 發生天將降大任的私人 就是趕快動身急急腳移民 否則都不知道怎樣去為未來努力 香港的前景能不悲觀嗎? 日本有本書 《探討社會為何對年輕人冷酷無情》 當中提到 當青年收入不足以養活自己 壓制了青年結婚成家的業縣 連帶導致生育率急速下降 動搖勞動人口比例 整體經濟更將進入漫長的衰退期 首當其衝的 又是前途亡亡的青年世代 屍? 惡性重環來了 港產官僚、港官盲粉 你懂得不懂得呀? 從他們叫人上班不是為賺錢 但他們自己就賺大錢 大大錢的精神連貌 以及在教育、青年、勞工政策上 鬥雞翅的眼神 令人完全感受到他們 色調貧窮線嗎? 好了 大家對於今集節目內容有甚麼看法 是LIKE、搞錯還是食花聲呢?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 -iv!-i! -B-i! -y!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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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